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为什么选择新卫明律师事务所办绿卡和签证 我们提供的服务和我们的长处 我们新卫明律所是2009年成立的 到现在已经有将近15年的历史了 我们为数千位的中国的申请人取得了各类绿卡 还有移民签证的批准 From Time to Time 还是有一些申请人问我们 你们提供的服务有什么不同 选择你们律所和其他的律所比较 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讨论一下 一方面是我们提供的服务的内容 包括什么样的项目、质量 以及我们的背景、长处 大家知道平常去菜市场、超市买菜 那也还都要比较 那不仅仅是看价位 还要看质量 绿卡申请是一个重大的决策 对吧 那这方面当然一定也要注意 律所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包括服务的内容 包括服务的质量 比如说你办理EB1 杰出人才、NIW、国家利益豁免 然后就把你的个人准备的材料 然后简单的移植到其他的Petition Letter 这样的申请文件里面 那么律所在你的Case上面会花费多少时间 就是说律所为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要你提交什么样的材料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比较价位 那有get what you pay的服务 简单来说 同样的呢 你的Case在这个律所里会由谁来为你准备 你是否知道为你准备的这个律师 他的背景情况 他的专长 甚至简单来说 他的性命是随机的给你分配 还是根据你的个人的背景和要求 来相应的分配 这个也需要考虑 像前面提到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呢是关于提供的服务 另一个呢是律所的人员的背景 我和我的同事们 我们有理工科的博士学位 有通过EB1和NIW取得律卡的亲身经历 有这样的多年的科研经验 可以更好的了解申请人的背景 帮助找出亮点 突出重点 提高申请的批准率 那我们知道呢 现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准备办理美国移民的人 尤其在疫情以后比以前要更多 我们就感觉到呢 我们收到了更多的inquiries 包括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多少论文引用 但是呢 他们也希望办理EB1 IW 总体来说水当船高 我们看到呢 现在申请人的数量 以及有意向申请的人 要有增加了很多 那么相应的呢 批准也很有可能 以后会比以前更难一些 不管是EB1 还是NIW 那你办理性的申请 那主要的目标 不仅仅是要省钱 对吧 主要的目标是希望能够申请 能够快速顺利的批准 如果说耽误了几年的时间 节省少量的费用呢 恐怕也意义不大 而且还不一定能够节省费用 比如说我们听说过呢 有的中国的所谓签证服务的公司 他说我们在美国使领馆有什么关系 我可以帮助你来通过签证 只要批准了 以后才付钱 那么他跟所有的人可能都这样讲 那签证总有一部分人批准 那批准以后呢 付给他钱 实际上没有批准的那些人呢 他也没有为他做任何其他的工作 那像这样呢 比如说他这个 判老保收 从这个中介的角度来说 但是从签证申请人的角度来说呢 那就白白的浪费了时间和机会 那么在绿卡申请的时候呢 也有类似的像这样的情况 对吧 像前面提到 那你不能光看律所的报价 价位收款方式 还要看律所人员的背景 那么是什么人为你提供服务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那我们新卫名律所呢 有我们的网站 你可以看到我和我的同事们 专长我们的背景情况 以及我们为其他的客户取得批准 这些case summaries 从这方面可以有更好的了解 那当然能够有志 做什么样的选择是个人的自由情况 但是呢 那你希望说能够make informed decision 是吧 在充分了解情况以后 做出选择 那我们律所呢 这个很多人都提到 经常看我们的视频 或者说文章 在这方面呢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 很多这样的相关的信息 如果你想要了解 某一方面的具体的内容 或者对我们的视频文章 这个将来的内容 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以发信联系我们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为什么选择新卫名律师收拾 我们提供的服务 和我们的专场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感谢观看